榮獲民建聯卓越義工獎包括 鳳可心先生 鳳先生2017年開始成為聯盟義工 除了參與我們的街站之外 還會上門協助街坊 幫忙做一些小型維修 是不折不扣的維修王 曾為名女士 陳太太一樣事情都親力親為 為街坊奉獻寶貴的時間和技能 每月走訪觀塘的各區 為街坊義務展白 十年來從無間斷 是我們的義展隊隊長 陳毓華先生 華哥在2017年開始做義工 他在19年黑暴期間 以強勁的鼻彎守護著辦事處的文件 早晚搬著大箱文件出入自己家 絕對是區內的大力下 李傑宏女士 雲姐已經做了二十多年義工 她曾經因為大病住院 心明疫情期間 獨居長者孤零零的心情 所以她就主動學用手機 一些特別的APP 幫忙慰問區內長者 了解他們的需要 支援大師 一機在手 無所不知 融黑梅雷士 2010年開始做義工 服務時數超過兩萬小時 無論是街站、家房、請願、接單張 賣旗、找訴文件 分配回收、協調義工工作 插旗、派報紙 還是量血壓 都有她的身影 真是萬能下 嘩 你看看她手上那一抽 幫倒你三支 車進錄先生 車先生已經做了多年義工 每逢歲晚會走訪各區 為街坊即席揮毫 除了活躍在大埔區 有時還會跨區去深水埔幫忙 見到她真的要喊聲 麥寶王 社區英雄各個一枝獨獸 但其實社區還有很多經常出雙入隊 一日形影不離的神雕俠女 他們吃飯看戲買菜乘車 就連做義工都在一起 真是善殺唐人 這麼浪費 怎可以不介紹給大家認識 榮獲民建聯家庭義工獎包括 東區顏智輝先生 樂慶英雷士 他們服務社區超過10年 兩夫妻在2020年合共服務了 社區超過400個小時 極具責任心 絕對不會輕易失場 跟著是中西區的 朱鎮民先生 葉錦璋女士 朱太太退休之後 一直積極參與義工活動 丈夫退休之後 也跟隨她的步伐 加入義工行列 實行夫妻同心 齊齊以自身經驗 回歸社會 南區王智強先生 大壁勤女士 兩夫婦過去三年 女色服務時間 超過1700小時 以謙卑和無限關懷的心 去對待每一位需要幫助的倫理 為社區注入正能量 觀塘 余國基先生 范敏雄女士 兩夫婦自2013年開始 已經參與地區義工工作 亦是民建聯的選舉會員 對聯盟的支持 不容之厭 而尤尖旺曹佳先生 楊寶寧里見 2019年 黑暴期間 尤尖旺一帶 非常混亂 有暴徒到處破壞我們的辦事處 而曹山曹太過去工作 認識不少裝修師傅 在他們的幫忙之下 區內很多的辦事處 才可以力補不失 沙田莊卡林先生 汪威常女士 兩位多年積極幫助 開展不同的社區活動 派總、派掛歷 跟其中派抗疫物資 在2020年 他們盡心盡力地幫忙 打電話為問街坊 每次有事要他們幫忙 都會從不推遲 元朗劉喜悠先生 鄭婉妍女士 劉生劉太 為社區不為餘力 支援聯盟各項義務工作 協助不同的小區 進行街站宣傳 在疫情嚴峻期間 兩位幫忙以電話為問 聯盟的會員和街坊 事事都已不容辭 在這個時候 請給點熱烈的掌聲 恭喜他們的得獎 也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付出 多謝